范冰冰公开宣布结婚,但是四个人绝不能参加我和李晨的婚礼。 李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自己一直在关注文艺片,以及这些影片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的不同阶层。 甚至不排除未来自己也会导演一部文艺电影,我觉得文艺片和商业片的界限没有那么重要,都更多的导演的主观意识和思想表达的方向不同。 我在未来也有可能把我对生活的理解,或许对其他事情的认知,通过电影方式来表达,我觉得需要关注的不是文艺片或者商业片,而是这些电影所关注的不同阶级。 2018年奔跑班兄弟即将开拍,李晨也为我们独家路透,第一站会到维也纳。 也几乎站去了他的上半年的时间,被问到喜事会何时降临,李晨也表示会在下半年完成他和范冰冰人生中的忠诚眷侣结婚,结婚时也会第一时间和所有影迷分享。 据说有四位不可能参加李晨范冰冰冰的婚礼,你们感觉呢?李晨璐 可能大家还不知道李晨璐曾经也有一段恋情,两人的恋情也曝光过,不过听说,李晨璐最后帅了李晨。 赵卓娜 李晨璐 李晨送了一块的新型石头并向赵卓娜求婚,差点把赵卓娜打动落泪,最后韩寒进入娜娜的生活,两个人方才分离。 李晨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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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戏的时候去勾打范冰冰冰,然后就是李晨范冰冰方的辩驳,更说出张新宇出轨了某小声,秘幼更是跳出来证实李晨事先被劈腿时十分悲伤。 张新宇 张新宇 李晨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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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